大家好,我是郭爱秀三 这个视频呢,咱们做一下图结搭盘 先用一分钟,五分钟,再用三十分钟视角来进行看待 那么先给出明确的观点和观察态度 当前在一分钟图形上面来讲,可以用一分钟的中速震荡去跟 但是呢,这个中速震荡的视角,后面一分钟先端上或者反弹 如果说不能强有力的把前面这样的一个高点给覆盖掉 而且打破被词,那么呢,当前这样的阶段是以找卖点为主的 那么为什么说是不满足刚才的条件,就要找卖点为主呢 这个位置,暂且呢,把它当成一个一分钟中速震荡 那么如果说向上,不能把它前面的高点给约过去 那么对右的话呢,相比于3102,它是属于一分钟的二卖 即便呢,突破了前面这个位置,如果被词关系没有被打破 它也容易呢,触发一分钟的盘整上被词一卖 但是呢,重点在于什么地方呢 重点在于这个一分钟上和前面的一分钟上相比较来讲 它是逐步被词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呢,这个位置对应的,以找卖点为主 这个卖点的性质的话呢,是一分钟和五分钟卖点的公正 那么什么情况你才有可能去高看一线或者是保持乐观呢 这个位置作为一分钟中速震荡之后 然后呢,强有力的向上把它的一,首先先把一分钟的被词给打破 一分钟的被词打破的话呢,你现在可以期待一个一分钟的三类买点的可能 但是这种情况呢,一,力度要跟上,第二的,量能要跟上 如果说呢,力度也没有,量能也没有 那么当前这个状态呢,可以暂且当成五分钟的盘整上被词一卖和一分钟的,一分钟的卖点的一个公正来进行应对 这是从此说的一个视角,这是从一分钟 因为它的一个比较呢,非常之清晰 这个清晰的话呢,就属于从2863,一分钟通缉别分解 一分钟上,一分钟下一分钟上,一分钟下一分钟上 那么这个一分钟上和前面的一分钟上的话呢,它的力度衰减的 和前面的话呢,力度也是逐步衰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这是对于上证指数当前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昨天晚间,学员培训的内容当时也讲到 就是属于在上周五晚上,美股大涨 然后的话呢,对于爱国来讲,有一个情绪面或者是高开低开 那么今天可能会伴随小的高开,那么高开之后呢,重点也是考察它是否打破背词 如果没有打破背词的话呢,对应的依然是在卖点附近 如果说枪有力的打破背词了,那么你才能够观察 那么,先用一分钟的视角,一分钟呢,它是可以未完成嘛 如果说一分钟打破背词,它是一分钟的上未完成 那么你再去观察能否打破五分钟的背词,这是一个推演的过程 那么我们才五分钟,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它已经是非常之清晰的,这个五分钟的分析视角呢 依然是从2863的位置,五分钟线转上,线转下,线转上,线转下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从五分钟的视角来讲 它的一个推演的话呢,首先 因为它是足词背词,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攀论上 呈现背词的基点 那么呈现背词基点过,做后面的一个推演的话呢 无外乎两种,哪两种呢 一种是继续五分钟的中速震荡 那么继续五分钟中速震荡呢 代表的就属于没有三脉和三脉 这是一种推演视角 第二种推演视角是什么呢 走一个五分钟的反向运动 五分钟反向运动的话呢 如果说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它在三十分钟层面来讲 可能体现的是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如果说呢,破一下前面低点 它对应的也是三十,如果说有背词 和前面相比较来讲有背词,它也是容易触发三十分钟的 背词一类买点 但是这里面的话呢,我们怎么去看细节呢 细节的话呢,那么对应的 在一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把一分钟的中速下沿 三千零六十四当成一个 关键位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呢,如果说一旦破了 而且的话呢,这个位置向上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那么早卖点,如果说呢,向下破了前面这个一分钟中速下沿的话呢 一旦把这个中速给跌破 那么对应的,这是属于超短的一个强弱分界 那么如果说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同样的可以把前面的三千零三十二点作为一个 强弱分界来去看待 这个强弱分界呢,就属于前面的五分钟的中速下沿 因为这个位置呢,只要说始终不破 那么他还是可以去观察,或者是可以去以五分钟中速震荡的视角来去跟 但是呢,如果说强有力的,就是快速的跌破前面这样的低点 内部呢,也没有这样的被试结构 那么呢,他增加的是反向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好,这是用五分钟 那么你要是用三十分钟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节点也是非常清晰 从三十分钟视角来看 那么咱们前面呢,在三千二百九 也就是三千三百点一代,对他的一个研判呢 是认为他是在三十分钟级别三千卖点的一个风险上 然后呢,一个三十分钟线转下回落的话呢 这个回落内部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被词 但是呢,回落过之后 这个位置呢,当前像今天的高开 突破了上周的小高点 那么三千一百零二,他实际上还是一个三十分钟线转上 这个三十分钟线转上的话呢 无形当中,他和前面的组件来讲 是可以当成一个三十分钟线转组件的 意思说呢,这个三十分钟线端上 因为有五分钟的结构的被词 来看这个五分钟线端上 这个三十分钟线端上随着可结束的 既是随着可结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这个位置的话呢 要保持警惕 这个警惕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是以五分钟的中速震荡的一个视角 三十分钟比中速的延续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可能还会存在一些短线 低线高炮的这样的节奏点 但是的话呢 因为他的被词关系已经呈现 而且的话咱们也辅助MICD判断 这个MICD红柱面积 这个位置 MICD红柱面积 这个位置呢 刚刚形成 警察立马又死差了 其实他还属于三十分钟顶 MICD顶背离的一种延续 所以在这个状态时下的话呢 不管他未来怎么就选 当下需谨慎 那么当下需谨慎的话呢 那么要么等一个 就是要么从推演的视角来讲 谨慎过之后 要么等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 新的买点呈现 这是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视角 要么从五分钟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观察五分钟中速的 分荡的形成 就是他只要没有给出 这样的一个总体来讲 重心还是属于上移的 重心没有下移 那么用五分钟中速震荡的视角 然后再去观察 那么五分钟中速震荡 又可以通过一分钟的走势类型通级别分解来进行确定 但是呢 不管哪一种哪一种分解 当下这个位置 总体上面来讲保持谨慎 那么这个谨慎的话 一个是体验在仓位上 一个是体验在节奏上 好 这是对于上证指数 从多级别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 来进行推演 其实呢和咱们在上周 推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也是大致相近的 就那种推演的过程 我们讲究完全分类 但是呢在完全分类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利用量能利用比价的一些因素 来增压 就来去判断 像就是大概率的一种情况 在上周的节点的话 咱们也是把它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五分钟中速的逐渐当中 后面也没有走出来 但是再往上的话呢 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把它当中背词断来 去看待了 这个背词断的力度 该墙一定要足够强 它才有可能反弹延续 如果说呢 该墙的时候不够强 那么呢 谨慎一点一定是没有坏处的 而且呢 从事开的一个视角 下到咱们前面讲的3153200点 它是一个压力区域 这个压力区域呢 也只是一个参照参考 但是呢 如果在压力区域附近 它的力度呈现衰竭的 那么从量能来看 如果说前面上周是上周五 是属于数量的一种表达 那么上方的距离压力的节点 也比较宁静 这个位置谨慎一点 一定是没有坏处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图结大盘的一个内容 仅供参考 不作为交易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就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咱们